日前刚刚投入到扎波罗热战场的英制挑战者二主战坦克就被俄军摧毁,号称从未被敌军摧毁过的挑战者二坦克,不败精神就此被打破。随后第二辆被摧毁的挑战者二坦克的画面曝光,接连两辆挑战者二坦克折戟乌克兰战场,英国可能会后悔将代表其颜面的先进坦克,送到乌克兰给俄军当靶子。 有分析认为,乌军英制主战坦克接连遭受灭顶之灾,实际上是乌军主力,在罗伯纪念以及维尔伯维附近战斗,陷入巨大困境的真实缩影。 自九月初以来,乌克兰军队将大量步兵纵队和装甲突击力量集中在罗伯纪念以南,期望在该村东南和东部获得较大突破,继而占领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新普罗克皮夫卡和维尔伯为两地, 同时全面突破俄军第一道防线。 然而乌克兰军队形成的突出部,恰好地处俄军七个旅计单位三面包围之下,又处于新普罗克皮夫卡高地的正下方, 乌军显然不占有地形优势,特别是俄军固定炮兵阵地居高临下,通过三面高地向挖地乌军炮击, 将乌军主力的所有进攻都化解在焦火线两侧,由第82孔扑侣等精锐王牌部队,组成的七线人突击集群遭到密集打击, 其车轮战突击行动已经惨败,人员伤亡惨重到连临时坟墓都不够用,至今已经连续一周,未能突入新普罗克皮夫卡村, 乌军的突击行动已经陷入消耗战困惧之中,有乌方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三个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就是俄军的反坦克武器装备的不断升级,乌军依靠装甲突击集群猛充猛打的战术已经失效, 乌克兰战场上的西方主流主战坦克都研发于上个世纪或本世纪的头10年,在技术上已经不再领先, 其次就是乌军坦克车组接受的训练不足,无法发挥西方坦克的全部威力,反而容易在进攻中被俄军摧毁,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扎波罗热的战场不适合坦克的发挥,在扎波罗热俄乌冲突的前线, 俄军在阵地前布置了大量的反坦克攻势,反坦克地雷,龙牙,反坦克欠豪等设施给乌军坦克带来严重杀伤, 此前乌军在扫雷射势不全的情况下,多次试图强撞俄军雷区,最终往往遭遇车毁燃亡的下场, 无论是乌军自己的T72,T80坦克,还是西方提供的鲍二和挑战者二坦克, 都难以在俄军密集的雷区上全身而退,更不要说俄军的柳叶刀巡飞弹为主的多款游荡弹药, 通过宫顶直接打击坦克的薄罗位置,击碎西方的坦克神话并不困难, 总体上来说,乌克兰军队的战术突击集群,缺乏防空和电子战配合, 无法形成战术穿插效果,在炮兵火力配合不足的情况下,被俄军牢牢锁死在警戒防线附近, 而且退一步看,乌军前线部队对西方坦克的使用上也非常随意,仗着坦克防护性能出色,主动送人头的举动并不少见, 此前已经有不少案例,乌军驾驶西方坦克在雷区贪攻冒进,惨遭摧毁,本来得以于西方坦克相对比较优秀的成员保护机制, 在遭遇袭击后,大多数时候坦克成员能够安全逃生,但凡事都有例外, 此前已经发生过多起暴二坦克被摧毁后,发生迅爆、飞炮塔等极端情况, 可见西方坦克也不一定都能保全车组成员的生命, 另外俄乌冲突可以看作是现代战争的又一个新时代,双方使用大量无人机, 甚至一些民用无人机也成为了战场上的大杀器,只需要挂载一枚榴弹, 在现有的无人机瞄准插件的辅助下,一架几百美元成本的民用无人机, 能够摧毁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主战坦克, 俄乌双方广泛将这类小型无人机应用在战场上, 也让坦克这种本来威力巨大, 缺少对手的重型装甲武器,成了战场上的活靶子, 无人机打击模式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坦克成员操作坦克的习惯, 如今坦克车组成员少有打开舱盖,将身体探出车身进行指挥作战的情况, 大多数时候车组成员都在坦克内部, 依靠光电塔等信息化装备获取外部信息, 为了避免被无人机攻顶偷袭, 不少俄军坦克还给炮塔顶部安装了钢丝遮阳棚, 以提升战场的存活率, 然而这种经过改装的坦克, 已经失去了坦克原有低矮,高隐蔽性的特征, 有一定高度的反无人机钢丝网在很多情况下, 会暴露坦克位置,让坦克成为反装甲武器打击的目标, 而西方坦克本来就比俄军坦克炮塔更高, 如果再加上反攻顶的钢丝网, 更无法执行隐蔽作战任务, 面对这种状态, 挑战者二坦克折戟扎波罗热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反坦克地雷, 游荡弹药, 远程炮兵和单兵反坦克导弹, 都能成为英国坦克的天敌, 自从这款坦克被送上战场以后, 外界就已经开始猜测, 这款坦克什么时候被俄军摧毁, 而结果也不负众望, 挑战者二坦克前线的首秀就遭俄军摧毁, 如今留给西方能够提供的坦克型号已经不多, 美国的M1坦克也将被送到乌克兰, 考虑到M1坦克的装甲厚度和挑战者二都有所差距, 在性能上和鲍二也有差距, 其之前在阿富汗、伊拉克甚至叙利亚战场被摧毁, 因此被送到乌克兰战场后, 面对俄军多种多样且威力巨大的反坦克打击模式, 俄军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能获得M1坦克的首杀, 眼看着俄罗斯柳叶刀无人机实现了华丽转身, 威力巨增,性能大幅度提升, 乌克兰也是十分着急, 乌克兰开始采取多种方式, 来应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 据悉乌克兰主要是采取四个方式, 来规避俄军的柳一道无人机攻击, 一是尽量夜间战斗, 最大限度规避柳一道无人机的可见光侦察系统, 减少被俄无人机发现的概率, 乌克兰这样做主要是利用夜色掩护的作用, 当然也给乌军自己的作战带来了不小麻烦, 二是使用各种电子干扰手段, 对俄无人机进行干扰, 对付无人机最好的手段, 就是实施电子干扰, 毕竟无人机一旦遭遇干扰就会失去攻击精准性, 甚至失去攻击能力, 三是将大量作战目标隐藏在树林里, 增加柳叶刀无人机的发现难度和攻击难度, 四是量的设置甲目标, 比如甲坦克、甲装甲车、甲阵地等, 这些甲目标确实能起到引诱无人机攻击, 从而保护真目标的作用, 可是乌克兰防御性招数都用尽了, 还是不能有效抵御俄罗斯无人机攻击, 这就是柳叶刀升级后的威力, 大量先进技术帮助俄升级柳叶刀无人机, 乌克兰已经很难破解, 尽管遭到了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无底线制裁, 但是俄还是有办法获取先进技术, 构建自己的供应链, 俄罗斯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 获取了飞行控制系统、导航系统、专用芯片、 无线通信遥控技术、 远距离无线图像回传技术和数据链系统等, 无人机关键系统的核心技术, 这些核心技术有些是俄罗斯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引进的, 有些是俄罗斯自己根据战争实践研发的, 总之随着冲突的进行, 俄罗斯找到了升级无人机的办法, 将自己的无人机攻击能力大幅度提升了, 乌克兰也有过想办法破解俄罗斯先进技术的想法, 但是在现实中却没有办法进行破解, 俄罗斯构建的先进无人机技术供应链, 涉及很多西方国家的利益, 乌克兰只能敢怒不敢言, 柳叶刀无人机还在升级过程中, 乌克兰将来只能面临更大的麻烦, 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但是其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独立自主的生产能力, 还是随着冲突进行逐渐展现出来优势了, 俄罗斯可以依靠自己的工业体系,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不断地提升自己, 将自己的强大韧性发挥出来, 对于乌克兰而言, 冲突持续的越久, 其战争潜力被摧毁的劣势就变现得越明显, 乌克兰真的是到了抉择的时候了, 战事拖得越久, 其遇到的麻烦必然越来越多。